记者吴博伟台北报道,中央气象局指出,随着华南云气东移影响,明天下半天台湾北部与东北部仍有较大雨势,中南部则为阵雨的天气形态,且明显感觉得到凉意,预计要到周一清晨雨势才会趋缓,周二周三全台将转为晴朗的天气。 气象预报员张成传指出,明天上半天由于水气减弱因此雨势与今天相比,有明显趋缓,但是明天下半天受到华南云气东移的影响,雨势又会再加大,其中以北部,东北部最为明显,而中南部的雨势虽然没有北部那么大,但仍有阵雨的情况。 明天下半天的阵风也会增强,其中台南以北,东半部与恒川半岛沿海的阵风可达九至十级。 张成传提醒,一般民众尽量避免到海边并从事海上活动,而海上作业的船只也要特别注意。 张成传说明,全台的雨势要到周一清晨才会陆续逐渐趋缓,而周二周三全台都将是晴朗的天气。 除了雨势逐渐缓和外,全台的气温也会逐渐回升。 张成传表示,明天北部的高温大约在21-22度左右徘徊,而中南部的气温大约落在25度上下,不过周一开始全台会再上升2-3度。 周二周三东北季风减弱并涨为偏南风,全台气温都会上升到27-29度,南部更有机会上看30度。 而空气品质方面,明天除了云嘉南高平地区与马,组为橘色提醒外,全台各地都为普通道良好。 不过环保署提醒敏感族群人要特别注意,如果身体不适应立刻停止户外活动。